云端读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相聚云端 共同探讨法律与社会的主要内容 以及这本书背后的创作点滴 那么法律与社会这本书呢 在2011年的时候 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九版 从第九版过度到第十二版呢 不仅增加了合著者Steven Barkin教授 还加入了非常多最新的实事与前沿研究 这本书无论是对于 对法律与社会感兴趣 还是与法律与社会这个研究方向 为领域的师友 这本书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入门书 以及工具书 就是这本书 然后本次活动呢 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四位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郭敬华老师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邢朝国老师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察学院教授 杨坤老师 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名编辑圣洁老师 活动的基本流程 环节呢 我们将由法律与社会的 这本书的审稿人 审教人 郭敬华老师 做一个开场介绍 第二个环节 分别由译者 邢朝国老师和梁坤老师 介绍本书的大致内容 以及翻译过程当中的心得体会 第三个环节呢 则有本书的责任编辑圣洁老师 介绍本书的编辑情况 最后我们将把时间开放给在场的师友 大家可以就各位老师的分享内容 以及本书的主要内容 向各位老师提问 三位老师将分别选出 三位幸运的观众 送出签名版的赠书一本 那么下面我们直接进入到第一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 我们将隆重地请出 本次活动的特邀嘉宾 郭敬华老师 对本次读心书活动进行开场介绍 作为法律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大家一定都对郭敬华老师 再熟悉不够了 不过作为这个环节的开场呢 还是请允许我对郭老师 进行一个检验的介绍 郭敬华老师是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学会 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名誉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是 法律社会学主要代表作用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 社会发展与社会结构 社会转型中的纠纷解决 漂泊与群 下面让我们热烈欢迎郭老师 进行开场介绍 好的 谢谢馨怡 各位朋友 晚上好 很荣幸 受邀了参加这个线上读书会 这种形式 读书会其实是大学里面常见的一种学术活动形式 但是线上呢 我说实话 我是第一次参加 所以 伟臣教授 这个 搞的这个活动啊 我知道 但是我第一次参加 这次呢 主要是 讲一本 译著 法律与社会 读书会 也请了两位议者呢 来分享这个 读书的心得体会 我呢 有幸作为这本书的省教 所以全程呢 全程的参加这本书呢 我简单介绍一样 一两位译者 第一位译者是 新朝国 第二位是 梁坤 他们两位教授啊 都曾经是我的学生 呃 邢老师是我的博士研究生 呃 梁老师是我的博士后 我们的 他们两位本身就是 博士生同学 他们在博士生同学呢 都上了我的一门课 叫做法律社会学 在这门课里面呢 我就 跟他们讲到这本书 这个的翻译过 因为他们两位 有个特点 一位呢 是法学院的 呃 博士研究生 呃 就是梁坤教授 梁坤教授是著名法学家 何教红先生的 呃 高祖 呃 新朝国老师呢 他是社会学的 所以 正好这本书呢 是法律社会 需要两方面的知识 需要一个学科的交叉 呃 当时法学的翻译这本书 会有 会有点吃力 当时受学的也会有点吃力 他们两个呢 又是好朋友 又是同级的博士生 所以他们两个的合作呢 可以说是呃 非常好的 珠联碧盒 所以这本书呢 从10年开始呃 翻译的是第9版 因为这本书啊 是一个呃 经典的教授 所以他们翻译的时候 已经出版到第9版了 现在出版的是第12版 呃 第9版呢 出版的时候是2010年 他们两个还是学生 现在经过呃 13年吧 他们两个呢 成为了青年学者 教授啊 这是呃 可以说他们变化很大 我的变化也很大 呃 第一 第一次这本书 第9版出版的时候 我还是满头的乌发 现在我已经是白发苍苍 所以变化很大 他们两个更是呃 短短的十来年时间 他们就成为了青年学生 到青年学者的变化 所以两位呃 这个书呢 就是两位的背景 我大概介绍一下 第二个是翻译 翻译啊 我曾经自己也主持翻译的呃 书 这个翻译的一种体会的就是 大家以为翻译书啊 是英文水平高 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说 翻译 其实不是主要看的不是英文 尤其是现在什么词典 网上的百度啊 这种各种软件 更加不是 所以翻译 英文 呃 作为一个翻译的呃 呃 原著啊 其实最根本的 最主要的是看你的 中文 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而且他们恰恰两位呢 有这个背景 呃 新潮国教授呢 呃 留学日本 也获得了日本的博士学位 他是双博士 这个梁坤教授呢 他曾经在 德国 马普研究所 做过研究员 所以他们都有留学的背景 呃 英文都很好 呃 中文 关键是他们中文 我当时呃 呃 邀请他们两位来参加这个 书的翻译呢 主要就是看中的中文 你看这么书 一本义著啊 现在市面上流通的是各种义著很多 但是各位朋友 我想说的是 这本书曾经被人评价为 这本书不像是翻译的 像中国人写的 我觉得这是对 议者的最高褒奖 不像 不像呃 翻译的 就是他那种 呃 所谓的英式中文 这个味道就很淡了 像中国人写的 用中国人习惯的 文字表达方式来表达出来 这是很不用做到的 可以说在市面上 能够看到的义著里面 这也是很优秀的一本 这是我介绍的第二点 第三点呢 我就想讲一讲这本书 这本书是一本经典的教材 已经很多年了 很多人都是通过这本书 来了解法律社会学的 在西方呢 往往也叫法律社会研究 他是 把法律用社会学的视野 来看法律 因为这个研究法律 我们知道法学院都是研究法律的 社会学呢 也有一些研究的 我就是其中之一 那我在我看来 法律 在社会学家看来 它不是一个什么独立的系统 它只是社会系统的 一个子系统 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它会在整个社会系统 产生影响 产生功能 反过来说 社会也会在它 产生影响 它的变化也会受到 社会变迁的影响 所以社会学院看法律 它是一个外部的视野 是一个整体的视野 是一个系统的视野 这就是法律社会学 研究法律的一个 最重要的特色 这本书呢 可以说 是一本很好的 入门级的读文 可以帮助 尤其是本科师 能够快速的 全面的掌握 法律社会学 这本学科 到底是干什么的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 独特的视角 有一些什么样的 理论成果 它的这本书的内容 很丰富 它既有关于法律的 这个功能分析 也有法律的这个社会控制 乃至于纠纷 犯罪 职业 法律职业 也有对这个社会病情的影响 它很全面 也相对来说也比较浅显 所以很适合做 这个入门的读文 也可以作为老师们呢 当作一本 教科参考书 供大家去阅读 我的这本书呢 大概介绍就这些 谢谢 非常感谢 郭老师的开场介绍 郭老师可以说 给我们了一个框架 就是让我们对于 接下来法律与社会 这本书 它具体讲了一些什么 充满了好奇 然后其实我自己 也阅读这本书 我觉得确实 这本书的翻译 正如郭老师所说 真的不像是 就像是中国人写的一样 就是翻译的 非常的流畅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两位译者 为我们谈一下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以及翻译过程当中的 心得体会 首先呢 我们请到的是 新潮郭老师 新潮郭老师是 北京科技大学 社会学系的教授 中国社会学会 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理事 北京市社会学会理事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博士 日本爱之大学 中国研究博士 英国牛津大学 campus访问学者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 等课题多项 出版学术专注呢 有私房前 家庭里的权力 亲密关系和隐性财产 以及普通人的江湖 村庄里的怨恨 冲突与纠纷解决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下面把时间 交给新潮郭老师 好 谢谢主持人 首先借这个机会 感谢咱们法律 人力学微信公众号 对于我们这次活动的 这种精心的筹办 也特别感谢 王伟成老师和刘老师 两位老师的关注和支持 也特别感谢郭老师 今天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 就是参加我们线上 图书会的活动 刚才郭老师的分享 也让我回忆起非常多的 求学时期的一些往事 包括翻译 法律社会这本书的一些 一些经历吧 非常宝贵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过程 那郭老师刚才的非常温暖 也非常有指导性的介绍 在我看来呢 一方面是作为老师 对于我和梁坤 对于学生支持鼓励 另一方面呢 也是作为中国社会学界领军人物 对于中国社会学 中国法律社会学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再次向郭老师表示感谢和敬意 另外也特别感谢今天晚上 就是也是抽出 我觉得个人生命当中 非常有意义的一段时间 来参与我们的线上读书会 就是跟我们一块来了解 法律与社会这本书 所以感谢大家的参与 好那接下来呢 作为一者 我首先是抛砖引玉 跟大家做一些介绍和分享 之后请我另一位议者 梁坤老师再跟大家来做分享 我的分享主要从四个部分展开 第一个是关于作者 第二个是关于这本书 第三个是关于翻译 第四个是我个人的 对这本书的就是 无论是翻译 还是自己对于法社会学领域的 一些基本的入门的 比如说读武 一些经典的 其他的一些教材的一些理解吧 对这本教材 它的独特性 它的价值的一些理解 包括推荐 好第一个部分是作者 我们第十二版的作者 一共有两位 一位是史蒂文·马格 一位是史蒂文·巴卡 如果是放在社会学的 大的学科范围里面 两位学者 在整个社会学界 不属于特别说是 引人瞩目的社会学大家 但是放在法社会学的 具体的学科领域里面 两位作者 又是特别有影响 又特别有建树 包括学术贡献的人物 那我们首先介绍的是瓦格 瓦格他出生于熊牙利 也是参加过 熊牙利当时的一些 重要的国际 一些比如说当时的战争 就是说他的人生经历 比例还是特别丰富的 他获得了华盛顿 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 和人类学的双博士学位 任教于 圣路易斯大学社会学系 在这个系呢 任教时间是特别长的 37岁呢 获聘郑教授 之后担任该系的系主任 2001年退休 那除了在 圣路易斯大学任教之外呢 刚才提到他的阅历 很丰富 体现在他曾经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工作 主持一些项目的研究 并且呢 帮助其他国家 开展比较大规模的 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 除此之外呢 瓦格他还 在食物领域里面 非常有建树 他担任 多家跨国公司的 高级顾问 并且呢 是商业诉讼领域的 这种知名的 这种专家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 瓦格不仅发表了一些 非常高引用率的论文文章 目前广卫被提及的部分呢 是他出版了 写作出版了 脸部响于学界的 畅销的教科书 一本叫社会变迁 一本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法律社会 之所以说他畅销 就是有具体的数字 是可以来验证的 两本书呢 目前是被超过 500所的大学采用 采用这两本教材 就是 另外呢 两本教材的这种 出版的历史 包括更新的历史 也都是特别长的 法律社会 目前又中一本 社会编线也有中一本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 那我们今天呢 会重点讲法律社会 另一位作者呢 是史蒂文·巴坎 那巴坎呢 是20 是在 怎么说呢 第11版教材 当中呢 他加入到 这个教材的修订 出版工作当中去 在前十版教材 都是 由史蒂文·瓦格 独立完成的 2010年 马格教授 因兵去世 当时 我们上版教材的 第一主编 梁坤老师 还邀请 这个马格 给我们 第九版 写了中文序 当时还 我跟梁坤还很 遗憾 表示这样的一个单约 就是说 这么一本 经典的教材 随着 马格教授的先事之后 该怎么办 他的命运如何 我们当时 其实是有这样子的 一个担忧的 但是后来 很高兴的 看到 就是 出版社呢 林全邀请到 巴坎教授 参加到 这本经典教材的修订 出版当中来 那巴坎呢 是美国 米英大学的教授 他的研究兴趣呢 其中一个核心的领域 是法律社会学 除此之外 他在犯罪学 犯罪社会学领域 也有非常丰富的 这个学术成果 也就是说 出版社 他在找 新的合作者的时候 也是特别谨慎的 比如说 巴坎教授 在法社会领域 就出版了 相关的这个著作 法律社会导论 以及法律和社会的 大纲和这个要点 这样的作品 另外巴坎 在美国社会学界 还是非常活跃的 他担任了好几个 重要的职务 比如说 社会问题研究学会的会长 法律社会分会的主任 另外呢 是美国社会协会 法律社会学分会的理事 他的作品呢 主要集中在 法律社会学和 犯罪社会学关注的议题呢 会涉及到 警察的 这个执法 法律与女性 运动 这样子的一些议题 作品呢 也从 里面 这些杂志呢 在社会学 包括法社会学 犯罪社会学 领域 都是 非常核心的 顶级的期刊 比如说 社会学里面经常提到的 社会力量 社会问题 社会调查 等等 好 接下来是关于这本书 这本书的英文版 第一版 是1981年出版 到目前已经12版 就是说在过去 40来年的 这个时间里面 一共出了12版 差不多 就是说 三年左右的 这个时间吧 就会有一版 出来 所以这个教材呢 它通过不断的更新 保持它的生命力 它的实用性 这本教材 目前呢 被翻译成非常多的 不同的一本 好 那我们 重点来 比较一下 我们的第9版 和第12版 之间的一个差异 当然这一版比较呢 还会涉及到 我对第11版的 一个印象 因为我们 这本教材的翻译 就12版的翻译 过程当中 实际上 我跟梁老师 完成了第11版的翻译 就是 我们在翻译完 第11版的 时候 就是 稿子在进行 交对的过程中呢 发现第12版 也出版了 一方面翻译这本 教材 它的更新是 非常快的 非常及时的 那为了让读者们 了解到 最新的这样子的 一个 一个 情况 我们也是在 11版的基础之上呢 紧接着就翻译了 12版 所以在翻译 12版的时候呢 我们 就是说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 不仅仅了解到 12版和第9版的差别 实际上 也能够 直接的 感受到 12版和第11版的差别 也就是说 瓦格自己在 这两版当中 他其实也做了 非常多的工作 那总体上 用瓦格教授 自己的话来说呢 他做的这两版 是在传承 不是 这个巴卡教授 讲错了 巴卡教授 做的这两版呢 是在传承 瓦格教授 见解的基础之上 让这本教材 更容易被 今天的学生理解 那传承 我在 我们在这种 新版的这种 过程中 我会发现 瓦格教授 基本的框架 对法事物学领域 基本的判断 观点 在后面的 两版教材里面 是被传承下来的 没有做太大的 这种 变动 包括里面 有相当部分的内容 也是在 就是说 之前的版本 基础之上 沿用下来 但是 他又做了 非常精致的 用心的 这种修改 使这个教材 更贴近 我们现在学生的 包括我们 我觉得我自己 作为一个 这个领域的研究者 我们的一些 阅读的需求 比如说 做了内容的更新 无论是 11版 12版 都涉及到了 一些最新的数据 比如说 犯罪率的数据 律师的相关的数据 等等 第二 也更新了案例 尤其是一些 跟当下的社会生活 紧密的 一些 新的 涉及到法律的 这样子的一些 探例 一些社会现象 比如说 在12版里面 就增加了 疫情期间的 一些涉及法律的问题 比如说 一些人拒绝戴口罩 在这种 口罩令下面 他们有不同的 这种 一些越轨行为 为什么会有 这种越轨行为 他会从 法律与社会变迁的 角度来 讲这个 具体案例的事情 包括 人们 因为自己成长的 社会化的过程 经历的原因 从社会建国主义 的角度 每个人对于 事情的理解不一样 比如说 对于戴口罩的 这件事 他的关注点 理解不一样 包括获得的信息 不一样 所以他对 口罩令的 这种态度 对于我们 宽泛以上的 修法行为 可能就会 对法律的遵从 可能就会 有不同的 这个 取向出来 那他会把 最新的案例 放进去 另外呢 参考文献 改动的 也非常的大 他会删掉一些 比较 比较 怎么说呢 可能比较 相对来说 性质差不多的 重复一点的文献 第二更新 比较新的文献 我们在做文献 这种更新的过程中 会看到 包括他推荐的文献 也会有变化 从数据案例和参考文献 等等这些 修订的角度来说 可以看到 巴肯教授 他对法律与社会 这个领域 也是有丰富的积累 他也长期从事 这个领域的 无论是研究或教学 所以他会把他的一些 心得 一些 关注点 非常合适的呈现在 新版的教杂里面 也可以看到他的贡献 另外与第九版相比 我们新版里面增加了一章节的内容 就是第十章法律与不平等的议题 这是巴肯教授认为 在法律受学领域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 尤其比如说 从受学角度来说 他关心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是不平等 这个不平等可能会涉及到阶层 涉及到性别 城乡 等等吧 在美国社会里面 还涉及到种族 那在法律的议题里面 在司法领域里面 那 特别涉及到不平等 法律会 怎么说呢 会维持不平等 或者说产生新的这种 受识不平等 那这一章呢 会从种族 法律与种族不平等 性别不平等 阶层不平等 包括性取向 这样子的一些角度来呈现 这样的一个议题 我个人在翻译这一章的时候 觉得是特别 特别重要 也写得特别棒的一个议题 而且也有待 与未来更多的学者 去关注 这样的一个议题 去做探索和发掘 这是 那 从更新的角度来说 像我们第九版的教材 一共是380多页 那我们12版的教材 这本书呢 是340多页 也就是说 在增加了一章的基础之上 我们新版反而 缩减了40来页 这样子的一个篇幅 如果说把第10章20来页 算进去的话 那其实跟上版来说 差不多 缩减了五六十页的这个篇幅 可以想到 它的删减程度是非常大的 那删减的内容呢 我自己在 在 重新翻译 更新的过程 可以看到 它的确会把 第九版里面 就是一些 相对来说 重复的 关于某个点 重复的一些案例 不太容易的案例 或者说 比较累赘的一些 相对来说 比较 瓦格呢 会比较 喜欢用比较大的一些篇幅 在做引经据点 就瓦格的特点呢 就是引经据点 它自己的知识面 特别的丰富 而且因为它前面嘛 就是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 怎么说呢 就是来丰富这个内容 我自己认为啊 它 用 从一个新的 一个合作者的角度 它会 对之前的材料 有新的一些理解 筛选 但是从我 做翻译的 一纸的角度来说呢 的确就是 有必要精简 就是 把不太好理解的 或者说 过于 阐述性的那些内容呢 它把它做了 删减 就是尤其对于 本学生来说 或者说一般的读者来说呢 阅读起来呢 就会更友好 就是你不一定需要 特别 充足的这个知识 准备 储备 你就能够 很好的去理解 里面的一些内容 不用 不会感觉到啊 比如说 枯涩啊 或者说 难理解 这是它的第三个点吧 就是篇幅 缩减时内容更简洁 更直接明了 第四个呢 在体力上做了修改 是我们第十二版的教材呢 更像是 我们 一般意义上习惯的 一些教材 而且我觉得 比一般的教材来说呢 可能也会更 从体力来说呢 又会更丰富和完整 完整 比如说第九版呢 通常会有一个导读 然后进入正文 正文之后 会有啊 就是到小节之后 会有啊 这个啊 阅读推荐和参考文献 那我们第十二版呢 每一张增加了一个提纲 使你在 第一页的时候 每一张第一页的时候 就很清楚的 看到这一张里面 它所包含的 核心的这种框架 内容是什么 然后增 增加了一个 学习目标的内容 就是告诉 阅读者啊 学习这一张 你最起码的 你要了解哪些 部分的啊 这个知识点 然后呢 对 询问当中的一些 重要的术语 关键词呢 它会用粗体的方式 做提醒 啊 就是说你找 啊 阅读的时候 会很快的有个定位 另外呢 它很贴心的 把每一张的这种总结 用小点 知识点的方式 啊 1234567 把它盖过出来 啊 就是你阅读完之后啊 通过这个小点 你就知道啊 这一张 它核心的要点和观点 是什么 那接下来 我们就说来 以第一张作为例子吧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它的这种体力 第一张导论啊 了解法律与社会啊 然后一开始啊 他会就讲这一张的学习目标是什么 啊 理解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语啊 在美国社会里面啊 学界里面这个法律与社会的 啊 研究啊 成为一个热点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样的力量 推动了这样子的一个 学术研究兴趣的变化 那之所以讲这个部分 那导论的部分 会讲法事物学发展的 研究的一个简史 就是作为简史的一个部分 那马格也好啊 这个巴克林也好 作为美国的教授啊 所以他更多的也会注意到 美国的一些情况 当然法事物学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啊 学术的一个历史啊 会在美国 然后呢 会讲到一些啊 法事物学里面的啊 关于什么是法律 法律里面的啊 一些具体的概念和定义啊 他就会讲概述实体法 程序法 公法 司法之间的啊 这个差别 然后要了解不同的这个法系啊 普通法 大陆法 这样的一些法系 然后理解法律的一些功能啊 这里面特别提到了反功能啊 然后啊 理解法律的不同的范式视角 里面提到合议视角和冲突视角 他指出了几个学习目标 当然我们自己在阅读和啊 如果说有老师用这个教材的话 也可以有啊 更丰富的啊 一些啊 指导 那目标之后呢 是章节的提纲 呃 可以看到 作为导论呢 他啊 首先是讲了法事物学研究的一个历史啊 是起源于什么样子的一个背景啊 然后发展大概的过程是什么 然后在这个概述里面呢 呃 呃 就 就可以看到啊 就是作者 他的确常去关注这个领域啊 然后这个教材也不断的修订 所以他对于很多事情的这种讲述呢 是微微道来是非常清楚的啊 如数加征 比如说讲到美国法事物学 为什么在对吧 对吧 四五年之后快速的发展啊 里面就会提到啊 二战之后 美国社会啊 里面的这种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现象啊啊啊 一些激进的一些啊运动事件啊 那这些运动事件会引起社会学家的兴趣 社会学家就会去关注啊 比如说这种啊阶层的问题 种族的问题 包括教育的问题 那在社会学家在关注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本来并不是冲着法律去的 但是他关注的过程当中发现 法律在比如说在教育不平等 在种族问题上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那社会学家的研究就需要关注到法律的这个角色 法律和社会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所以会促进社会学家进入到法律的这个领域 或者是相关的议题去 另外也会讲到在这个时期里面呢 美国社会有很多的基金会支持的项目啊 这个项目指在改善社会的一些啊 比如说不平等的一些状况啊 或者说提供社会的福利 那基金会就想知道这些项目 尤其是跟法律有关的这些项目 它到底有没有效果 到底有没有用 这就涉及到啊 比如说我们讲到的一些项目评估 政策评估 那社会学家要做这样子的一些评估 那必然那要去了解啊 包括研究啊 法律相关的啊 这个议题啊 会啊 OK 他会讲这样子的一些背景 然后比如说在讲到 社会科学家和律师的啊 这个啊 学生的作用 他就很直白的讲到 社会科学家和律师 其实是两个圈子的人 两个世界的人 他们两个之间的合作 往往是很困难的 有各自有不同的话语体系 对吧 律师我们所说的法言法语 那社会学家呢 有自己的专业术语 啊 我我觉得读这一块的时候 就特别的清洁 比如说我以前参加 比如人大法学院的一个会 然后我社会学会讲主体 会讲意义世界 然后我参会的啊 法学背景的啊 那个学者说 这在讲什么 就说 大家会有不同的这个知识体系 包括关心不同的问题 比如说从 作者的角度来说 律师关注的是实用的问题 解决问题 关注的是法律 啊 我们所说的这个法条框架 包括解释应用 关注的是金钱 这样的部分 那社会科学家呢 更多的关注的是解释这个世界 包括预测这个世界 他们会关注理论 会关注 这个为什么我要做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对吧 我们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用什么方法去研究 我研究的合法性在哪 我用什么样的理论去解释它 但是他说 像律师 包括一些法学家 可能并不特别关注 这样的部分 所以在合作的时候 就会 我们所说的 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讲的 会有区隔 会有品位上的差异 我自己 比如说跟 我们有个做行诉的老师 一块合作 我们合作研究了 关于比如说 社会罪啊 这种诈骗罪里面的这种 司法裁判啊 里面的法律的适用量刑的问题 律师作用的问题 就会 我对他讲的事情很感兴趣 但是我认为重要的事情呢 他认为不重要 他认为重要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去参与讨论 因为我的知识体系跟他不一样 但是他讲到的一些具体的经验现象 我们又会是相互有启发的 他讲的这个事情就 就很能引起共鸣 这是讲概述的部分 然后会讲法律的定义 从比如说法律人力学讲的原始的 这样的一个法律到现在很正式的 科层制化的这样子的 规范化的这种法律 法律的类型 主要的法系 法律的主要的功能 社会控制 纠纷解决和社会变迁 那他后面的 这个法律社会这本书的 第五第六第七章呢 就会围绕 法律社会控制 法律纠纷解决 法律社会变迁来展开 也就是说在导论的部分 他为后面的这种 框架和叙事做了相应的铺垫 然后第七节 第六节呢 就讲到法律的反功能 法律不仅有正功能 对吧 控制 做社会控制 引导社会的秩序 维持社会秩序 解决社会纠纷 包括引导社会变迁 或者当然也可能 是社会变迁的一些 结果了 但是第六章 他又很快的告诉我们反功能 那在我们其他的一些教材里面 可能就会忽略这个部分 他专门的做一节来讲 比如说法律可能 司法过程中会产生错案 冤假错案 法律可能会是保守的 可能会阻碍社会的变迁 法律可能会 涉及到利益集团 一些精英集团 可能会把法律作为工具 维护自身的利益 制造阶层的不平等等等 他会讲这个几个反功能 非常清楚的 概括现在给我们指出来了 然后第七节就讲 社会的范式 如何去从不同的范式 理解法律的这些功能和作用 里面就讲一个 多数学里面讲的理论 方式里面一个合一性 方式 社会是功能的 是有秩序的 那通过法律来协调 社会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 使社会形成一个 合作 或者说 秩序 互动模式 这是合一的视角 法律有这样的功能和作用 那另一派就是冲突视角 那认为 社会其实是充满着阶级阶层的 是充满着这种 不同的利益的 那法律呢 是可以是阶级的工具 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 是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法律成为 由全世人利益集团 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个部分 那这些集团可能会影响法 立法 包括司法的这种执行 遇到其他阶层 对他利益的这种挑战的时候 可能会使用法律的工具 那他在这个范畴的部分 就也很清楚的把这个部分讲了 然后第八讲 第八节呢 就讲社会科学家的角色 那在整个面对法律的世界 司法的这个场域 社会学家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我个人读的时候 也觉得他对 他作为一个社会学出身的人 还是讲得很清楚的 社会学家经常会讲价值中立 会讲客观的这样子的一些研究 那他们可能是一个旁观者 可能是一个 当然他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 会关注到不平等的这个部分 就是社会学家的角色 可能是多样的 但是他的角色呢 同常跟前面我们讲到的律师啊 等等 他会也会不一样 那这一章就分这些部分 把法律社会相关的这些知识点 我个人认为 还是比较全面的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 之后进入到总结 然后给我们罗列了关键的术语 非常清楚的把这一章节设计的核心概念 做了一个归纳 而且接下来是推荐阅读 我自己从第九版就会觉得 这个推荐阅读是这本书非常棒的一个部分 是跟其他教材相比 我觉得是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他不仅会给你推荐 跟这一章节讲到的知识点 非常紧密相关的重要的作品 而且会很清楚的告诉你 这本他为什么要推荐 这个作品 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他推荐了 这个法律社会 这个读者 他讲了这本 怎么说呢 为什么会收录这个 因为他的用率非常高 他是奠基性的一篇文章 第二本书呢 是因为他讨论了 社会因素如何影响法律行为 而且是一个经验研究 然后后面 下面的几本书 他都讲了他推荐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说 首先作者要对这个领域是 真的是如数家珍 特别的清楚 这个阅读量 功底肯定是特别深厚的 第二个他很用心的来指导你阅读 为什么值得推荐 所以 对这个议题感兴趣的读者呢 提供了一个文献的一个所以 包括跟他的推荐阅读 可以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你对纠纷解决感兴趣 对立法感兴趣 或者说对白领反对感兴趣 那你都可以在相应的章节里面 找到他推荐的 这个经典的 重要的 你绕不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文献 我们可以按图所益 然后很快速的来了解相关的领域 那刚才我是以第一张导论作为例子 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和说明 那接下来带大家浏览一下我们第12版 它总体上的内容的框架结构 那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 现在网络上可以检索到这本书 也可以看到 那第一张是导论 刚才大致的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然后第二张就理论 你看从历史对吧 核心的定义开始到理论视角 而且他理论视角 我跟梁昆豪和郭老师 我们合作翻译了还另一本书 是法受制讲义 那本书就是特别理论化 就是理论就整个色彩特别浓 那我们的这本书跟那本书 不一样的部分在于 他讲理论 但是我觉得他学究气没有那么重 他很清楚的在给我们 就是归纳了相应的代表人物 他的讲要的生平 以及他的学术的议题 以及他提出来的议题的贡献是什么 他会比如说讲法律系统的演变 讲三个阶段 是很清楚的 大家可能看什么传统性法律系统 过渡性法律系统 现代法律系统 你可能看起来就觉得好像抽象 但你去读的时候一点都不抽象 他很清楚的把三个系统的特点是什么 性质是什么 星老师不好意思 那个目录现在好像看不见 不好意思 我共享一下 可能我以为跳出来了 再共享一下这个目录 好 谢谢主持人提醒 那就说这三个系统 他就会很清楚的给你做了介绍 你不需要有什么样子的理论 这是储备 你就能够看得明白 看得懂 我觉得这是瓦格 他们特别厉害的地方 然后第二节 法律与社会理论 那里面欧洲先驱 他会讲马克思 讲伟国 讲古典的 讲经典 然后会讲梅音 就是我们其他的教材里面会提到的 他都会提到 然后当代的法律 一些运动 比如说 批判主 种族批判主义 法律运动 女性主义 法律运动 在他的这个里面都会很清楚的给我们 讲他的背景 关系的议题 等等 就是跟我们翻译的那本书 达弗勒姆的法师学讲义相比 那本书当然非常理论化 对理论感兴趣的 就可以看它 我主要就是跟它比较的话 我觉得这本书 比如说即使是理论 这么被认为很复杂的部分 他讲的也很清楚 然后第三章就讲组织结构了 包括第四章立法 是梁坤老师主义的 一会梁老师可以重点 把我们做一些分享 组织结构立法法 弯造法 像这些部分 我觉得真的是对法律系统 特别熟悉了解的 学者可能写出来会 怎么说呢 会特别的清楚 我觉得这也是马哥 他们这个团队 特别也是特别觉得 体现法律社会交叉性的 这个部分 第五章法律与社会控制 然后第六章法律纠纷解决 包括第七章法律 社会变迁 跟他导论里面讲到的 法律的三个核心的功能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然后每个部分呢 又是怎么说呢 介绍的又是梳理的 特别的清楚 比如说我 自己一直很感兴趣的是 法律纠纷解决 那你通过这张的阅读 你对周飞解决领域的 相关的一些核心概念 研究的这个进展 理论框架 那你其实就一个 很框架型的一个认识了 法律变迁 法律作为自变量和应变量 跟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影响社会变迁的一些因素 第八章法律职业 讲律师 讲法学院 等等 然后第九章讲方法了 在如何进行法律研究 如何 怎么说呢 在社会中研究法律 他会强调 社会常用的这种方法 包括他很细致的给你举了例子 这些方法 如何运用到法律议题的研究里面来 比如说观察法 历史研究法 如何用一些司法判例 一些历史上的这种 判例的统计数据来讨论 比如说这种司法判决的这种趋势 法官的这种倾向变化 观察法 我们观察庭审的过程 观察纠纷解决的过程 这个应用的也很多 比如说郭老师翻译的 美丽的诉讼的话语 里面就会涉及到 人力学的方法 观察法 填野 然后实验法 他会对一些 怎么说呢 比如说这种判决过程 做控制性的这种实验 会看到法官的这种偏见 倾向等等 包括调查法 发调查问卷 了解人们的一些 比如说法律态度 等等 他会有具体的案例 研究的这种线索 例子 我们参考 然后后面也讲到了 就是评估 在法律相关的这种项目里面 如何进行这种评估 影响政策 然后第十章是 新增加的不平等 这样的一题 它是从种族阶层性别 性别身份 这样的一些核心维度 来做的介绍 好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 这个你的PT 好 那接下来 怎样的跟大家 来讲一下翻译 翻译是梁坤 跟我合作完成 刚才郭老师 也帮助我们 讲了一下 这本书翻译的过程 就是说 我跟梁老师 根据自己的 学术背景和兴趣 做了分工 当然在翻译过程中 我们也是相互支持 从我的角度 我就请教了梁坤 非常多的 一些法律的 一些专业术语 怎么说呢 是不是比如说 我理解不准确 怎样翻译 国内通常是怎么用的 所以也是 从这个角度 也是尽可能的保证 我们翻译的准确性 好 接下来谈一下 我个人的翻译的感受 第一个就是 这本书内容的确很全面 它会涉及到 法受学的 或者法律社会研究的历史 它的理论 它的方法 以及核心的议题 里面涉及到 比如说功能 结构 对不对 组织 这样子的一些部分 你既然了解到 历史的部分 也能了解到 最新的一些 研究的进展 这是它的内容全面性 第二个 面对如此丰富的内容 我觉得瓦格 包括后面的巴卡 他们都做到了 一个融会贯通 这个跟他们的 长时间在这个领域里面 这种浸燃浸泡 就是积累 有密切的关系 当然也跟 比如说跟 马格教授自身的 丰富的 这种职业经验 这种丰富的人生 阅理等等 也是有关联性的 这种融会贯通 也会体现在 另一个阅读的 一个感受 就是通俗易懂 涉及到它的文字 非常的简洁 明确 然后涉及到 它也没有具体的案例 然后因为他们 自身有熟悉 有扎实的这种积累 所以它的输出 是非常有把握的 是清楚的 另外从它的体力 这种编排 也能够看出 它的整个的 对这个领域的 这种把握 另外它的实用性强 就是说你既可以 把它作为一个 入门的读物 另外你也可以 把它作为 你研究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对特定议题 感兴趣 做深入研究的 一个基础 或者说一条线索 另外对于 法律实务人员 我觉得这本书 也有指导性 比如说关于律师的部分 关于立法执法的部分 这个执法的规律 到底是什么 到底对不对 影响因素 是什么样子的 法律运行的效果 哪些因素影响它 那你通过这样子的 指使的对吧 阅读也对你的职业 这个有 我觉得是有 指导性和帮助性的 另外对于一般的读者 你想了解法院 怎么运行的 立法怎么回事 律师的职业 怎么回事 等等吧 相关的议题 这本书也能给你提供一个 我觉得是非常清晰的 一个参考 好 那个人推荐 那这本书呢 刚才冯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 它的确是 被广泛认可的 经典著作 是法律与社会领域的 一个李承飞式的 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第二个 我们通过第九版 然后到第十二版 我们就是不断的也在 精益求精 不仅我跟梁坤在做努力 我们的责任编辑 老师也非常的认真负责交对 包括也帮我们 指出 欢迎当中 他从交对的角度 责任编辑角度看出来的 比如说觉得可能有疑问的部分 也会拿出来我们做讨论 第三个呢 这本书第九版 的确是成为很多法学院推 推荐的学生的阅读的书目 是在这个书单当中的 然后跟我刚才讲到一点 是有关 它是和各个领域 各个相关领域吧 各个层次的读者来阅读 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 能获得自己想要的那个部分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好像这样的时间相对比较多一点 不好意思 好 谢谢大家 那主持人 时间交给您 谢谢邢老师 没有没有 时间没有潮 因为我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非常感谢邢老师 非常细致生动的 从四个方面 作者简介 书本内容 关于翻译 以及个人推荐语 这四个方面 为我们对这本书展开的介绍 非常的引人入胜 虽然只是为我们展开的第一章 但让我们都非常迫不及待的 去看一下本书的其他内容 那接下来就如同郭老师说的呢 刚刚是邢老师 从社会学家的角度 更多的 对这本书展开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 梁坤 梁坤老师 从法学家的角度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有请 本书的另外一名译者 梁坤老师 梁坤老师呢 是西南政法大学 刑事侦查学院的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博士 社会学博士后 德国马普外国语 国际刑法研究所访问学者 重庆市巴育学者青年学者 曾获中国法学会第七届 总比武青年 法学研究成果奖二人奖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等课题多项 在法学研究 环球法律评论等期刊 发表论文数十篇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梁老师 好的 感谢心仪同学的介绍 也非常感谢 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 郭新华教授 今天能够在线上 领临我们的读书会 来做指导 见到郭老师非常的亲切 然后也特别感谢 王伟成老师 刘孙峰老师 确实以前都不熟悉 但通过这种方式 跟大家在线上面 向大家请教 也感谢人大出版社的 盛杰老师 称他为老师 他可能会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盛杰 其实在人民大学 上社会学本课的时候 其实他还上过我的课 因为我在那里做博士后 还接了一个短暂的时间 接过郭新华老师的班 上法律社会学 所以盛杰还听过了课 然后这次的翻译 让我想起来 我们在第九版翻译的时候 其实还有潘宇老师 也是人大出版社的 自身编辑 为本书 特别是第九版的出版 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刚才郭老师讲 所以有人评价 说这本书翻译的 好像看上去 不像是翻译的书 而是中国人写的书 那么这个莫大的一个荣耀人 荣耀式的一个评价 其实就来自于 潘宇老师之口 所以刚才 曹国老师 说翻译资料有保证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一方面 是一个读书会 同时呢 我感觉 其实也是一个 直播卖货 开个玩笑 向大家推荐 这本书 确实 经历了 这个两轮的翻译 实际上它是三轮 因为刚才 曹国也讲了 其实在第十一版的时候 我们已经翻译完了 然后这个 结果呢 翻译完了之后 这个十二版 它又出来了 所以我们 实际上 总共是翻译了 第九版 第十一版和第十二版 整个翻译过来 这个我向咱们 各位读者 能够保证的是 两位议者 还有我们的省教 我们的尊敬的郭老师 都是用心用力的 这个完成了 这个翻译的工作 也希望继续能够得到 市场的认可 那么这次的翻译呢 也让我也确实 勾起了很多的回忆 其实结束到这本书之前 就是上 在人大法学院 上这个博士一年级的时候 这个 就修了一门课 就是法律社会学 应该叫专题研究 然后呢 当时我也不认识郭老师 然后这个阴差阳错了 就来了他的课堂 因为我们 法学博士 这个博士生的学习 他也必须要有 这个选修课的学分 然后呢 我就看了这个社会学 法社会学 感觉还有点意思 然后呢 就误打误撞的 就进了郭老师的课堂 那么 从此呢 就开始结缘 成为了郭老师的弟子 那么在上这个课的时候呢 当时其实 在翻译这本书之前 刚才曹国也说了 其实我们还在 郭老师的代理之下 翻译了另外一本书 就是法社会学奖的义 但那本书呢 我说实话 这个 虽然说 有幸的 进入了郭老师的法院 但是我翻译起来 其实是特别痛苦的 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背景 突然就去翻译 像这个哈贝马斯 这个等等 像这样的一些人物的 一些 这个思想 那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而且如果看过那本书的话 那本书的 这个老师和同学 我会发现那个是 刚才就像新老师所说的 非常的理论化 而且我再补充一句 他甚至还非常的偏向于 欧陆的 这样一种理论化 特别是对德国的 甚至包括东欧的 这样的一些法社会学的理论 如数加征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说 在后来再参与 这个法律与社会 就今天咱们拿到这本书 这个翻译的时候 我其实感觉到是非常的轻松 因为正如刚才超过老师讲 这本书的写作 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翻译的 其实还自己感觉还比较的顺畅 主要还是得益于 这个作者 就是瓦格教授 还有巴坎教授 他们的文字 是非常的清新 爽口的 所以我们在接受 这样一个翻译的时候 其实也感觉到了 这个很轻松 当然这个 虽然说很轻松 但是这个还是用心用力的 完成了这样一个任务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那么这个整个的一个 翻译的一个过程 你首先讲一下自己的心得 那么这本书的这个 这个这个翻译呢 其实正如刚才郭老师所提到的 现在实际上社会上有 我们在网络空间里边 可以运用到很多的软件 可以用到很多的这些翻译的 这些软件 辅助翻译 甚至现在越来越人工智能化 但是我总体的感觉 这个人工智能 这个涉足翻译的这个领域 它虽然说不影响 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影响阅读 但是呢 从这个信达雅的 这个翻译的至高境界的时候 我认为 如果脱离了人工的这样一个加工 其实我们阅读 可能还是达不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在第九版 第十一版 第十二版的翻译过程当中 其实细心的读者 可能会注意到 甚至我们两位议者 在有些部分的 这个甚至还比较大胆 这个大胆呢 不是我说的 这是郭老师 对我的一个批评 但是呢 这个批评呢 可能是打引号的 因为有的时候 甚至就拿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来说 甚至会有意思的去用一些成语 那么把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在使用这些成语 其实它的这个跟原文的表达 可能会略有一些差异 但是呢 我们在使用这样的一些语言的时候 还是尽可能的注意到 尽可能不改变它的一个大意 这是我一个前提性的一个 关于翻译的一些感想 那么确实 这个如郭老师所讲 那么这个翻译啊 对中文的文字功底 是非常高的 那么通过翻译这本书 翻译法治会学讲义 后来我还翻译了 自行翻译的一本书 叫做各国社区警务模式 及比较 甚至就在这个上个星期 这个周末之前 我还和另外一个学生啊 和这个一帮志同道合的 一帮学友 还共同翻译了一本侦查学的 一个形式侦查的一个开山之路 这个我承担了这个西派来自 也是把它给 刚刚把它给完成了 所以这些年啊 其实一直没有停下脚来 除了要写文章 写书 完成教学工作 但是同时的 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 还是也在做一些翻译工作 那么这个文字功底呢 其实是我们做翻译工作的 一个基本功 这个群里面我发现 也有一些 甚至是我自己的学生 那么 当然更多的是 我不认识的 一些学友 老师们 或是同学们 所以我个人的经验 其实也供大家参考 就是要 这个认真的 学好语文 然后这个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文字功底 才能够做好这样一个翻译 那么 这个开场白呢 可能说的有点多了 我这个言归正传 其实 那么 第一个部分呢 我分享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就是 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但是我的视角呢 可能跟曹谷老师呢 会有所不同 因为 他是社会学出身的 这个知名学者 然后呢 我呢 是纯粹的法学出身的 这样一个 教学科研人员 所以我们两个的 这个背景 视角呢 可能都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我一直不是特别担心 这本书 他的销路 可能我们的圣介老师啊 站在人大出版社的角度 会比较担心这个 但是呢 我个人的感觉 我其实不是特别的担忧 因为 我站在这个法学 法学界啊 这样一个角度 除了法理学 它的一个分支 就是法社会学 法律社会学 这样一个分支的研究者 或者说研习者 他们对这样的一些书感兴趣而外 其实我能够保证的就是 其实我们大量的 非法理学 专业方向的老师们和学生 其实从第九版的情况来看 也是大量的人 对这样一本书 是非常感兴趣的 这个 所以说 从这本书的 这个读者的群体来说 我个人的判断 可能还不是社会学群体 而是法学群体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社会学啊 它其实有若干个分支 比如说我记得 这个郭勤华老师 跟我们讲过 这个郑航生老师 就是作为 郭老师的导师 曾经给自己的弟子 布局 郭老师 你来做这个法社会学 某某老师 你来做环境社会学 等等等等 当然还有包括什么 性社会学等等 若干个分支 那么这个分支 多了之后呢 可能每一个学者 以及相应的一个流派啊 相应的啊 这样的一些研究群体 主要就是在某一个领域 在耕耘 比如说中国社会学会 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它是一个分支 就一部分学者 对这个领域 是比较感兴趣的 大家共同 就共同关心的话题 经常展开研讨 但是如果说 你超越这样一个群体 你换到另外一个 社会学的分支去 它可能不是会对 法社会学啊 这样一个领域 很感兴趣 但是相反呢 法学领域啊 可以说 任何一个法学的分支 它可能都逃不开啊 就是作为法学和社会学的 这样一个交叉学科的 一个视角的影响啊 我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啊 我这里面啊 我们来来来来 来上一个上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课啊 就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啊 我想这个很多同仁都都知道 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啊 和国务院办公厅 专门下发了啊 一份这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这份文件的呃 这个名称啊 叫做关于加强新时代 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好 那么这份意见呢 啊 这个坊间啊 有很多解读啊 那么这个解读呢 有一种声音就认为啊 如果说 其他的 就是有一种解读的声音就在于 为什么没有对其他的学科啊 这个专门下发这样的意见啊 比如说会关于加强新时代 社会学教育和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而专门对于法学啊 那么有这样一些声音 就是里边提到的啊 一些啊 这个表述就说明啊 就是法学领域的教育和研究 他还是做的不够啊 比如说啊 针对今天晚上的一个主题啊 我把里边的一句话把它给摘出来啊 供大家参考 里边专门提到 推进法学和经济学 啊 然后排到第二位的 社会学啊 等等等等啊 就是若干个学科啊 交叉融合发展 培养高质量 复合型 法治人才啊 那么按照我刚才说的啊 按照这个坊间的角度 解读啊 这个 这份意见啊 提到这个内容啊 说明 这就是法学 不管是教育 还是这个科学研究 啊 未来啊 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 而且啊 刚才讲了这份意见 把社会学啊 这个放在这个经济学啊 一个一个非常强势的这个学科的啊 这个后面啊 作为第二个学科 强调要和法学交叉融合 啊 所以我们的法学任何一个法法学的分支啊 都应该紧密的拥抱 像经济学啊 像社会学等等学科的啊 这样一个这个融合啊 从而促进这个交叉发展啊 培养高质量的啊 复合性的法治人才啊 所以我的判断就是啊 这个领主法学啊 这个教育和研究 我们任何一个啊 这个啊 这个法学的教育者和研究者啊 都应该至少懂一点啊 社会学啊 然后呢 甚至还要把这个社会学啊 用来做教学研究啊 然后呢 我就在这个 为什么要读这个 这本书的技术之上呢 我从三个小点来展开 第一个小点 就是这本书 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啊 社会中的法律 正如郭老师讲啊 从社会学家的眼光来说啊 从来没有把这个法律 看成一个单一的啊 这个社会过程要素 它一定是在社会当中运转的啊 这样一种法律啊 其实呢 这个我刚才讲啊 我读博士的时候 博一的时候呢 这个选修了啊 郭老师的这个课程啊 从此与法社会学啊 结下了缘分 但是呢 可能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 呃 这个 这个 郭老师啊 郭老师这个 汇报过 其实在修这门课之前 我曾经还修过 我在读本课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我在四川大学 法学院啊 上去 那个时候 我就 我实际上还修过 就就修过一门基础性的课程 它就叫社会学啊 那么为什么 那个时候啊 要修社会学呢 我想起来 我大一的时候 这个我们上法理学的课程 我们有位老师啊 就是这个叫 他的名字叫王雪峰啊 呃 是一位非常有才的啊 北大的毕业生啊 那会儿我们对他非常崇拜啊 因为以前没没见过 北大的人长什么样啊 他在课堂上跟讲的讲课非常生动 我我至今想得起来 他讲的一个例子 他说啊 你们可以观察一下啊 这个川大啊 什么时候 这个周围的 呃 出现的保安啊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人数啊 多还是少 那么你从通过这个出现在你周围的保安的人数就可以啊 揣测的出啊 什么呢 就是啊 你这个当地的这个校园里面的社会自然环境啊 这个好还是不好啊 所以如果说你发现你身边的这个保安的人数很多的时候啊 你可以啊 放心的啊 到旁边的一个市场叫九眼桥市场啊 去买辆二手 二手车 二手自行车来骑 但是如果说你发现这个保安的人数啊 这个这个 不多的时候啊 那么你可能就要 你就要小心点了 其实他在引导我们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个保安 他其实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执法活动的一个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这样一个组成 这样一个这个这个执法活动背后 其实他跟前 他跟这个社会环境啊 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呢 他就引导我们啊 你们作为法学的学生 都应该去了解社会 所以特别推荐学法学的学生 要去修读一下啊 这个其他的一些课程 比如说啊 社会学啊 所以我在读本课的时候 我还我还去修读过什么 除了社会学而外啊 还去修读过啊 像这个中国什么政治制度啊 还有什么宗教学 我都去修过啊 就是上的课比较杂 啊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跨学科的思维 然后综合起来啊 那么实际上对自己理解社会中的法律啊 起到了很重要的一种作用啊 比如说啊 我们这个这本书啊 这个专门有一个章节啊 就是法律职业 那么这个法律职业啊 我们去读这本书的时候 咱们就会发现 两大法系啊 他的法律职业 法律人的成长的啊 这样一种路径 他是截然不同的 比如说啊 在英美法系国家 那么他的法官的职业 他是非常非常的精英化的啊 绝大多数的法官啊 他都是经过律师职业的啊 这个锤炼之后 功成名就之后啊 也不需要太多的经济收入的情况之下 然后去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法官 但是中国啊 以及大陆法系国家 他不是这样子的啊 比如说以中国的啊 法官为例 那么我们法学院的啊 这个本科生啊 甚至可以直接去做一位法官 当然现在啊 在大城市啊 另当别论啊 这个比如说像金上广啊 啊 这些大城市 如果说你没有研究生的学历啊 这个是很难想象的 但是在啊 稍微偏远一点地方啊 经济欠发展的地区 我们的法学本科生 他是直接可以去做法官的 但前提是要通过法考啊 通过相应的公务员考试啊 所以他就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啊 就带带了一些笑话 比如说在日常的这个审判的 这个这个这个实践当中啊 我们就会出现一个从 甚至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啊 一个小女孩 一个法官啊 然后去啊 去审一个离婚案件啊 去审一个离婚案件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法学教育啊 是这样一种啊 以及法学的这样一个法律的职业 他是这样一种样态的话 那么他实际上是很难适应啊 这个司法实践的一种需要的 所以为什么说啊 现在我们要 我们要对这个法官的职业啊 进行相应的改革啊 呃 比如说在这个 呃 法律职业 呃 这个这个 呃 在这个学位方面啊 设置了这个法律硕士啊 甚至未来很有法律博士 啊 实际上就强调这种实践性的研究啊 然后呢 在法官啊 层面内部啊 设置了原儿制啊 然后呢 其实就是强调法官啊 他需要有一个 有一个历练的一个过程 一个对社会更加啊 清醒的啊 深入的了解的一个过程 他才能够去做法官啊 那么这是我想 向大家分享的这个 这个小点啊 就理解社会中的法律 这本书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 第二个小点呢 就是帮助我们 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 规划我们的法律学习和工作啊 其实我们通过啊 这样一个 这本书里边啊 这个我看啊 应该是在这个 呃 第 啊 这个 应该是在这个 也是在第八章啊 法律职业的啊 这个这个章节里边 我们会发现啊 其实在英美法系国家 那么要在法学院啊 入读的话 那么他其实他是必须要干什么的呢 他必须要取得一个啊 其他的法学的学位 他才能够去到法学院啊 去堵一门啊 这个这个这个法学的学位 这是美国的啊 这个法学教育教育的啊 这样一个典型的一个样态 但是呢 其实这也不是说 呃 在在大陆法系国家 包括包括中国啊 他就不是一个整齐化一个状态了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甚至一位大学刚刚毕业的本科生啊 都能够去啊 去开展这样的一个啊 工作 但是呢 这个我有一个信息啊 啊 供我们在这个群里面的啊 法学的学生啊 啊 这个供一个参考 因为这个这个星期呢 啊 我都在这个广东啊 出差 那么碰到了很多的 校友 那么这个西南政法大学的很多校友啊 啊 他们有很多是 就是法学科班出身的啊 他们其实都 给我们母校的这些老师们 反馈了一个信息啊 其实就是如果说你 纯粹的就是一直啊 就是在读这个法学啊 从本科硕士到博士 一直在读法学啊 甚至就在一个学校读法学 那么他的思路 思维是非常非常受局限的 他们跟我们数了很多人物 其实新南政法大学培养出来的啊 在这样一个啊 这个经济发达的省份 所谓的啊 按照他们的话来说 很多啊 这个在事业层面啊 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啊 这个很大的成就的 其实反而不是一直以来学法学的学生 而是像学啊 这个比如说像学新闻学的啊 包括我现在处在的啊 这个学院啊 这个很多学生是做做这个行政学的啊 侦察学的啊 这些学生 那么为什么这些学生 他在未来他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 其实跟在学习期间 一个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啊 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通过阅读法律与社会这本书啊 其实我要给我们呃这个很多的同学的一个建议就是啊 如果说有可能的话啊 读了法学本科啊 换一换换一个学校去上上学啊 开会一下自己的事业啊 如果再有可能的话啊 你读一下其他的学位其实也是未尝不可的啊 那么第三个小点呢 就是读这本书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学术研究啊 因为这个今天在这个读书会里面还有很多的啊 是呃这个研究者啊 那么有很多是院校里面的老师 其实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 我从这本书里面应该说受益匪浅 在博士三年级的时候啊 我们临近毕业的时候啊 有一次凭奖学金啊 那个奖学金叫做悦成奖学金 那个为什么叫悦成呢 他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主任叫悦成先生啊 创立了一个奖学金 那么我当时拿一个一等啊 拿了一个五千块钱 我还记得就是法学院的啊 呃一位现在的一位教授叫王旭 他当这个评委 他就问了我一句话 他说 他说你这个 你作为一个法学的学生啊 你在读博期间 呃你你居然发译了两本书 而且都出版了啊 一个是法社会学讲义啊 一个是法律与社会 就是咱们今天聊的这本书 到底啊对你所做的研究啊 有什么样一个促进作用 当时这个问题他一点没拦住我啊 因为我给他讲啊 我说我做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啊 我们郭老师也非常清楚的啊 叫论社会科学证据 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研究呢 其实我的呃灵感直接的啊 就来自于啊这本书的啊 这个法官啊造法啊 以及啊相应的啊 这个大概是在一百二一百二十多啊 一百零几啊 一百二十多页啊 就在立法的啊 这个部分 因为他们这个说法官造法 实际上就是一个司法裁决的 一个过程 一个事实认定的一个过程 而司法裁决事实认定的过程 其实就是我当时所从事的一个专业方向 就叫做证据学的一个啊 这么一个研究方向 而这个从这本书里边啊 比如说他在这个一百二十三页啊 所所提到的啊 像布兰黛斯辩论摘要啊 这就是律师在这个呃 法庭审判当中啊 运用所谓的社会科学证据来向法官啊 来向这个啊 这个法庭来证明一个啊 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事实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而且在这个书里面啊 紧接着一百二十三页 他也提到了 啊 美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啊 布兰啊 输国教育委员会啊 这样一个案件 啊 其实我们学法学的学生啊 我想任何一个学生啊 都应该啊 哎 哎 喂 哎 主持人我是不是断线了 可以听 可以听到 刚刚稍微有点卡 哦 现在现在可以了啊 哦 可以可以 然后这个像布兰术教育委员会 我们法学的学生啊 其实特别是县法学 工法学领域的学生啊 没有一个啊 没听说过这个案件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读了这本书 我们就会对这样一个案件 就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 因为这本书啊 这个一百二十三页 它就专门提到 在这个美国最高法院所裁决的案件里边 啊 通过第十 十一个摘要啊 美国最高法院在论证啊 这样一个这个这个案件事实啊 是否成立的时候 他引述了 引述了多本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啊 所以成为了法官啊 这个这个裁决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所以这样的一些灵感啊 啊 这个阅读了这样的一些资料啊 就成为了我这个做学术研究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啊 这个理论源泉 然后对照啊 中国的司法事件啊 我也发现啊 其实在中国的司法事件里边 我们也有一部分律师在尝试啊 特别像知识产权啊 侵权案件啊 里边啊 比如说在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啊 开篇里边 我就提到了这么一个案子啊 在四川啊 某一个地方啊 律师啊 为了证明这个商标是否会引起啊 被告的商标是否会引起啊 这个社会公众啊 对于对于原告和和被告的商标啊 这个这个产生混淆 这样一种误认 那么他就采取了一种随机的啊 在街头进行访问调查的方式 进行一种量化啊 这样一个数据统计的方式 来证明所谓的案件事实 所以啊 通过研究 我就发现 其实中国的司法事件里边 他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啊 因此我的博士论文啊 就这么写出来的啊 所以这个在这个科学证据的研究领域啊 这个呃也算是啊 为这个证据学的研究啊 这个提供了啊 一些个人的一些小小的一些贡献 好 所以呃 结合刚才所讲的这个三个小方面啊 就是说我们作为法学的学生 研习者啊 其实阅读这本书 它是能够 我们是能够获得很多很多的营养的 理解社会中的法律啊 规划自己的啊 学习和工作 以及促进自己的啊 法学研究啊 那么第二大方面呢 我想想大家这个分享的就是 通过这本书 我们可以看出啊啊 作者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全方位的啊 带领我们啊 这个呃 纵向以及横向的 非常全面的啊 帮助我们理解法律和社会啊 所以我的第二大方面啊 我来谈谈 作者是如何啊 这个全景式的纵向的啊 这个呃 引导我们啊 理解法律社会的 好 或者第三方面呢 我再简要一点啊 就是他是怎么样横向的啊 全景式的啊 带领我们理解法律社会的 那么从纵向的角度来说啊 其实就是一个啊 我们特别是这本书 他其实有非常啊 这个这个呃 非常这个呃 明显的这样一种逻辑结构啊 比如说我们去看啊 我做呃 作为我主义的啊 这个像这个第三章啊 第四章啊 像这个第三章里边啊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啊 像他这个第二节 就叫做诉讼的流程 诉讼的流程 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一个重向的一个分析的一个结构啊 比如说啊 我们在结合第六章 在讲这个纠纷的解决的时候 那么作者啊 把这个纠纷的解决分为了协商啊 调解 仲裁和审判 其实如果说不是很刚刚啊 特别是我们刚刚开始学法学的学生啊 可能会有一种印象 就觉得法律活动啊 特别是司法活动 它主要就是发生在这个法庭的审判的环节的 啊 呃 我还记得我们 我在这个北京上学的时候 有一次我还邀约啊 曹谷老师 我们去了一趟 呃 我们两个啊 去了一趟这个 丰台区人民法院啊 呃 那我我记得在这个这个好像还是他第一次啊 进法院 我带着他啊 去那里去旁听啊 旁听一个案件 但是那个回来之后啊 曹谷老师给我讲啊 他的感觉就是昏昏欲睡啊 这个法庭审判特别没意思啊 但是其实我们的整个的法学教育 法学研究很大程度上 他其实就是围绕这个审判的展开啊 大家如果说啊 不幸的话啊 特别是我们群里面啊 有有法学院校的学生 可以去观察观察一下我们的课程结构 观察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啊 教师讲授的重点啊 特别是啊 法条分析啊 逻辑分析啊 这样一种立足于很大程度上 其实都是落脚于审判这样一个结构的啊 但是其实这个这本书 他给了我们一个全景式的一个 纵向的一个视角 就是除了审判 他的前端 他应该还有协商 有调节 还有仲裁啊 我向大家报告一下 今天上午啊 我们在广东的一家啊 这个基层法院啊 参观访问 我得到我在去 我在访问的时候 把我把我给震惊了 为什么给震惊了呢 因为这家法院啊 每年的案件的立案数 是在一个基层法院啊 他还不是还不是更高级别的 就最基层的法院 他的每年的这个联军的立案的 案件的数量是在十万件以上 那么抛开这个节假日和这个 和这个这个周末的时间 那么每天算下来啊 他的这个每天的立案 是达到了五百件以上 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感觉到一个恐怖的数字 所以我就在反思啊 如果说我们的法学教育 我们的法学研究 如果说仅仅就是围绕这个审判活动 特别是法律的逻辑分析啊 这个教育学分析来进行啊 人才的培养和法学研究 那么我们显然会走入死活动 所以今天访问的之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 我们就会发现啊 现在包括今天所访问的法院在内 其实有很多的法院 我们都是在这个实践层面 大力的探索啊 就是啊 所谓的叫ADR啊 这个我想这个研究纠纷解决的学者啊 也是比较熟悉的 就是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案 其实我们在二十大报告里面啊 总书记啊 给我们也指明了方向 就是要把纠纷解决在基层 把纠纷矛盾啊 化解在萌芽状态 所以啊 这几天这个出差 也有我们的很多的有一个校友也给我反应 说新兰政法大学啊 包括新兰政法大学很多的法学院校 你们开的课程 除了面向司法啊 所谓的叫司法法学而外 为什么不更多的面向协商 面向调解 面向仲裁 也就是我们这样一本书里面所讲到的 纠纷解决的其他的类型 而这实际上是我们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 大有可谓之处啊 如果说把视角仅仅是 这个这个把这个放在这个 纠纷解决的后端审判阶段 那我们那我个人的判断 我们在在在每一个基层院 把这个基层院的这个人员 再扩充两倍三倍啊 恐怕都是不够的啊 这是这么一点啊 那么从这个这本书里面 给我们展现的纵向的视角来看 这个瓦哥和巴坎教授啊 他们其实在这个进行 章节分布的情况啊 我们就可以看出 他从立法司法到执法的层面来说 它是非常清晰的一些逻辑的 主线的结构 引导我们理解啊 这个纵向式的法与社会 比如说以立法的角度来说啊 呃我刚才这个在这个开始之前啊 我还简单的翻翻了一下 104页的啊 这个作者啊 从104页开始 把这个把这个就是立法的啊 这样一个理论啊 分为了四种类型啊 那么四种类型包括理性主义的观点啊 包括啊 功能主义的观点 还有包括冲突理论啊 还有道德事业家啊 这样的一些几个 呃这个四个主要的一个理论 但是我们如果说了解了这样一些社会学的啊 特别是法社会学领域的理论之后 我们作为法学的学生来说 法学的研究者来说 就可以更为深刻的啊 理解法与社会的关系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现在刑事案件里边啊 排名前三的啊 分别是啊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盗窃案件啊 接下来是危险架势案件啊 再接下来就是帮信案件 什么叫危险架势案件呢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酒驾啊 前面盗窃大家比较熟悉的啊 然后第三个帮信罪呢 全称它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啊 这个我们可能 这个有些有些有些同学可能不是很了解的啊 那么这三个罪 其实我们如果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 为什么刑法要专门设置这样几个罪名啊 特别是盗窃罪当然是一个古老的罪名了啊 像危险驾驶罪 以前它是没有这样一个罪名的 以前它就叫做什么呢 叫做危险驾驶 它实际上是放在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这样一个罪名来处理的 但是后来为什么要立这个罪名呢 其实如果说了解这样一个刑法立法史的同志啊 可能就会知道 这个罪名它是2011年的时候啊 有一个刑法修正案写进去的 而为什么2011年它会写入这样一个罪名呢 原因在于2008年的时候 成都发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案件啊 就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案件 就是孙伟明啊 醉酒驾车啊 这个这个横冲直撞啊 然后撞死了很多人啊 所以这个罪名出来之后啊 社会上啊 这个群情激愤 所以啊 这个有一位律师啊 在全官大啊 提出了一案 要专门设置危险价值罪 好 我们把这样的一些罪名的啊 包括这个邦性罪盗窃罪 为什么它会写在刑法里面 其实从法社会学这本书 它的知识结构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清晰的了解 它就是所谓的叫做理性主义的一个观点啊 其实这种理性主义的观点 就是立法者 他要保护社会成员免受危害 所以社会学 法社会学 给我们的法学的教育和研究 法学的学习啊 提提供了啊 这个不同的思路啊 和视角 从司法 执法的角度来说啊 其实也是如此啊 比如说啊 我在这个啊 刚才这个下午的时候 我也简单的翻译了一下啊 比如说在这个这个 这个书的第94页啊 讲这个执法机构里面 他讲了一点叫做警察的自由材料 因为从事从事这个专业的关系啊 我目前啊 主要是在从事这个刑事侦查啊 包括这个警察啊 执法相关的一个研究 所以看到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一个内容的时候啊 我就我的眼睛一亮 因为跟我现在目前最主要从事的专业 它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学习相关专业的啊 这个法学类的学识啊 如果你也恰好对这一块 比如说警察法啊 它的适用 警察的自由材料等等感兴趣的话 咱们就会发现啊 作者啊 把社会学的理论啊 相关的研究 归纳出了两种类型 就是警察的自由材料反映在啊 第一种叫反应型的警务 和啊 或者叫回应型的警务 啊 另外一种类型 它叫主动型的一种警务 那么如果提到主动型的警务的话 其实我这里向各位可能不是从事这个刑事法研究的 特别是刑事程序 刑事侦查的啊 研究的老师和同志们报告一下 其实所谓的主动型警务 主动型的刑事侦查 在近些年来 它就是一个理论研究的热点啊 特别是随着啊 大数据的啊 这个大量的运用 警察的工作 公安机关的工作 已经远远不再是回应式的啊 或者说叫做反应式的这样一种警务活动 而大面积的特别是在中国啊 大面积大批量的啊 这个在迈向主动型的警务 而这一种主动型的警务 它带来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啊 这样的一些问题 它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啊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啊 这个老师还有我们的学生啊 是法学领域的 看一看啊 了解一点啊 这个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和啊 这个这个相关的这种思路 对于我们从事相应的啊 这个法学类的啊 刑事法类的警察法类的啊 这个研究 它是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啊 这个啊 这个促进作用的啊 从而促进我们的交叉学科的研究啊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啊 我就跳到第三个大方面啊 第三大方面 这本书可以啊 全景式的啊 这个引领我们啊 横向的啊 这个观察和理解法语社会 因为我为什么说 这里是一个横向性的啊 这样一种一种一种思路 其实从作者啊 我做一个翻译者的一个角度来说 我从很多章节的目录 和他的内容体系来看 我都观察到啊 作者除了在 纵向的进行这个啊 这样一个章节目录的编排 编排而外 他更多的是在进行一种横向的啊 这样一种章节目录的编排啊 比如说第三章第一节 他把法院啊 分为的 这个把这个纠纷啊 分为了啊 几种不同的类型啊 从第四章 立法的角度来说啊 他就结合英美法系的这个情况 从议会立法 行政立法 法官造法啊 这个几个横向的方面来展开 那么再比如说 从第四章第五节 立法受到的影响来说 从利益集团 集团 民意 立法和社会科学 这三个角度啊 这个都是并列结构的三个角度 来进行展开 第六节推动法律发展的因素 他提到了学者的超然超然评断 学术圈外圈外的住宿 抗议活动 公益团体 这些其实都是横向的啊 在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理解法与社会的关系啊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只举一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就体现在 比如说第253页的啊 这个这个在讲这个法律职业里边啊 他专门提到了啊 这个律师啊 律师事务所的这样一个啊 相关的一个研究 呃 我不知道这个咱们这个郭老师和和曹郭老师啊 还有没有印象啊 反正我还记得很清楚 其实我们在博士一年级的时候 修读郭老师的这个法律 社会学专题研究的时候 郭老师给我们读了一些啊 这个法社会学领域的经典文献啊 而其中的一份经典文献 其实就是在这本书的第253页里边 所提到的1994年 由约翰海因茨和爱德华劳曼 所开展的对美国自家哥市的律师职业情况啊 进行了一份很有影响的研究 我想郭老师应该是这个 我提起的话可能有印象了啊 这个研究 他是把自家哥的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这个 数据的相关的统计之后啊 发现了法律职业的内部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区分 就是代理大型组织结构啊 的业务的律师和代理个人业务的律师啊 这个就是呃当年1994年的时候啊 这个发现 而且呢 这两种法律业务啊 呈现出的是一种法律职业的一个两个半球 什么叫两个半球 就主要从事公事业务的律师 他很少去去从事个人业务 而从事个人业务的律师呢 又很少去从事高端的啊 这个公事的业务 比如说啊 昨天我们在广州啊 我们考察了这个 在这个桌江边上啊 一栋非常高的啊 非常漂亮的写字楼里边的啊 一个大型的律师事务所啊 然后这个对这个对面啊 就是小男腰啊 风景视野啊 特别的完美啊 那么这其实也是中国版的啊 这样一种 啊这种半球业务 那么不出意外的话 在这里边所工作的律师 他其实也很少去涉足啊 向着一些啊 主要面向个人的一些啊 低端业务 所以啊 看看这样一个法律与社会 啊他对我们深刻的理解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深刻的理解啊 这个这个律师职业的 这样一个结构 也帮助我们未来可能会 从事法律职业的 以及现在正在从事法律职业的啊 这个相关的同仁都会提供很深刻的一种启发意义啊 所以以上呢 啊就是我结合啊 自己的翻译的一些经历啊 然后呢 结合这个 这个这个书里边啊 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点啊 向大家报告了 啊我们特别是我们的法学的学生啊 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啊 以及这本书它是如何全景式的从和纵向和横向啊 这两个方面啊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分享 可以说是真的是 不禁为梁老师博学包容的 这个视野所折服 梁老师分享 不仅为我们生动的 回忆了这本书 创作以及翻译的过程当中的点滴 拉近了我们对于这本书的距离 而且还夹去夹义 娓娓道来的从 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然后作者如何纵向的 引导我们来理解法律社会 和作者如何横向的 引导我们理解法律社会 三个角度 充实了我们对于这本书的认识 那么也再次感谢 邢老师的精彩介绍 两位老师的介绍 可以说让我们对这本书内容 有了基本的了解 那么在本书编辑成字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历程和故事呢 下面我们就有请 本书的责任编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名编辑圣洁老师 从编辑的角度 为我们介绍这本书的成书过程 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盛老师 哈喽各位小伙伴 各位老师 大家晚上好 能听到我说话吗 心仪 可以听到吗 好的好的 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圣洁 那么法律与社会这本书 就是在我的推动下 然后最后出版完成的 那么我在想说 从编辑的角度 我能从哪些方面 跟大家来分享 关于这本书的故事呢 我自己设想了 有这么四个方面 首先呢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是怎么出版这本书的 第二点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推荐大家来读这本书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是为什么要把这本书 做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 最后就是 想介绍一下 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 其他的好书 那么我从第一点开始讲 就是我们 是怎么把这本书做出来的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出 这样的一本书 刚才邢老师在介绍中 也已经提到了 这本书 其实它的第一版 是在1981年的时候 就已经出版了原书的 所以它在一个漫长的 历史长河当中 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一本 影响非常广泛 而且历史很长 然后影响非常深远的 这么样的一本书 在最开始 我们想做一本 法律社会学 这个加差领域的 这个书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 就注意到了它 2011年的时候 是由我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了 法律社会的第九版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还是一个学生 刚才梁坤老师 也已经提到了 说在我本科的时候 其实我也上过 法律社会学的课程 那那个时候是 郭兴华老师和梁坤老师 共同来替我们 讲授这个课程 所以我其实是 郭老师和梁坤老师的 学生啊 也非常的荣幸 那么经过这个第九版 到第十二版中间的 这个漫长的时间 我已经从一个学生 成长成为了一个编辑 然后也能够有这个 奇妙的缘分 再来推动第十二版书的 这个出版的工作 然后确实是觉得 非常的荣幸 刚才呢 几位老师已经提到了 说我们这本书的 出版的过程 其实是很波折的 就是最开始 我们在选题 你们申报的时候 申报的是 《法律与社会》的 第十一版 可能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有没有 读者朋友会好奇啊 就是为什么 你们先出了第九版 然后后来打算 出第十一版呢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 解释一下 就是其实在我们 出版的这个过程当中 会对国外的教材 它更新的比较频繁嘛 然后这个修订工作比较活跃 我们也会对修订的这个内容 做一下价值的评估 就是它对我们国内的读者 是不是有那么高的参考价值啊 它修订的这个比例 是不是达到了一个 非常适合大家去购买 新书阅读的这么一个比例呢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会经常有个跳板的动作 就是我们出了第九版 但是可能不会出第十版 可能会出第十一版 等到国外的第十一版 年书出版了之后 因为之前在第九版的时候 已经和梁老师和邢老师 两位优秀的译者 有过特别好的合作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 就联系了梁老师和邢老师 然后邀请两位 来一起承担十一版的翻译工作 然后两位老师特别的给力 然后很快的就把十一版的译稿 交到了我们出版社 然后我们也很快的开始 进行编辑加工的工作 然后刚才老师们也提到了说 其实在我们这个工作 已经推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突然之间国外告诉我们说 第十二版也已经出来了 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 就面临着一个选择 就是毕竟我们十一版 已经投入了很多 一志老师的工作 然后编辑的工作 已经进行到了一定程度 那我们是继续把第十一版的 这个工作按部就班的完成 还是说我们再重新的去购买 第十二版的版权 然后再给大家贡献最新的 这个新的图书呢 后来我们经过非常认真的思考 我们决定无论怎么样 还是希望能够给读者朋友们 带来这个国外最新版的 这个图书的一个新的讯息 对大家来说肯定是更有价值的嘛 所以也非常非常的感谢 秦朝国老师还有梁桐老师 对我们的支持和包容 跟两位老师沟通了之后 梁桐老师也决定说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给大家做这个 最新版的第十二版的书 所以说这个书 虽然是他出版的过程很波折 但是好事多磨嘛 然后最后能够成功的奉献到 大家的面前 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大家共同合作的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第二个方面 就是为什么推荐大家来看这本书呢 我自己想了一下 可能有这么几个小点 就是第一点是经典与传承 第二点是互动与均衡 第三点呢是学习与思考 第四点呢就是翻译和呈现 那么我就简要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四个点我们都是怎么想的 首先就是关于经典与传承的这个方面 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第一版 它是在国外是1981年的时候就已经出了马 就是在这个漫长的这个时间里面 有超过500所的院校都在拿这本书 作为他们法律与社会的这个课程的一个学习的材料 所以其实它整个的系统性 它框架的科学性 然后知识点的这个全面性 都已经经过了时间的检验 然后它的经典性是不用多说的 在传承这方面呢 一方面是作者团队它会有一个变化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 它的第一作者就是瓦格教授 顾世佬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 从一个老一代的这个学者 过渡到新一代的学者 来进行这个书的后续的修订工作 然后就邀请了巴凯教授 来加入到后续的这个修订工作的主持当中 所以其实第11版和第12版都是在巴凯教授的主持下进行的 那么一方面巴凯教授的加入 然后给这个书添加了很多新鲜的血液 他还有自己很多新鲜的想法 比如说他对整个书的体力做了非常有效的 非常有帮助的格线 帮助大家能够更好地学习法律社会的知识 另外一方面呢 在内容上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传承性 就是大家看到这本书 可以发现里面的一些知识都是非常与时俱进的 绝对不会觉得里面讲的内容都是一些很成就的 是几十年前的一些知识 会觉得说跟我们的生活其实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比如说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有一点他里面提到说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会有一些新的心象出现 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面可能会出现 类似于网络霸凌或者是网络骚扰这样的行为 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新的情况 我们的法律制度应该如何回应社会当中的一些新的变化 那么这也是跟我们生活很贴近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嘛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我之前有印象的就是 里面提到国外 当今世界当中的这个国外 对这个律师的形象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 然后作者就提到说 他在2020年的时候 用这个律师的笑话作为主题词 在Google里面进行搜索的时候 跳出了39.3万条的这个匹配的记录 然后我也记得 这张应该是这个梁坤老师翻译的吧 我也记得说 梁坤老师翻译的是 毫无疑问 律师的形象多么让人无语 这句话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数据案例 包括一些新的现象都是最新的 然后是符合我们现在当下社会讨论的一些问题 这个就是我讲的第一点 就是关于它的经典与传承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互动与均衡 我觉得这本书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它能够特别好的去呈现 法律社会学它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特点 在里面作者就是平均的诗笔墨 然后去讨论了说 社会学的视角和法学的视角 是怎么看待法律与社会之间的这个互动的关系 包括它里面会讲到说这个法律的这个体系呀 法系呀 然后立法呀 然后法律制度的一些举例结构呀 然后从社会学的角度 它可能会讲到法律和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 法律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社会当中研究法律 我们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理论视角 还用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然后去进行这个法律社会学的研究 然后通过阅读这本书 大家能够非常深刻的去理解 就是法律和社会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些互动关系 另外也可以看到说 就是法学家和社会学家 他们在研究法律社会学的这个议题的时候 他们的观点当中 有哪些可能是相互支持 或者是相互补充的 或者是更多的 可能是有一些相互冲突 或者是互相博弈的一些部分 我觉得它在里面呈现在这种互动的效果 是特别好的 可能就是这本书是一个 在法律社会学的领域当中 互动和均衡做的特别好的一本经典的一个作品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学习和思考 我觉得这本书它引导大家学习和推动大家思考的 这个点做得很好 它是按照教材的一个体力进行编写的 然后可能有的读者会说 按照教材的体力编写 是不是非常枯燥 非常没有意思啊 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实际的阅读的过程中 这个对大家的学习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首先它在章前会涉及到这个章的一个框架的一个小列表 它会有一个学习目标 然后在章后呢 会给大家用小点的形式进行总结 然后会给大家列出这一章当中关键的事物和定义 然后最后还会有一个推荐的阅读 刚才邢老师其实也介绍了 我个人也觉得说这一本书的推荐阅读做的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不仅给大家列出来了说 有哪些经典的文献 经典的作品 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进行深入的学习 而且后面会有小的点评 就是说这个文献 它主要观察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然后可能它可取之处在哪些方面 然后你可以从哪些角度去进行深入的学习和了解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大家是带着问题去阅读它的正文 然后结束了之后 还会进行一些思考和回忆 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巩固这一章的学习内容 并且如果是要用到这本书 做学习研究的一个 学术研究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的话 大家也可以有针对性的 去对于每章的内容 就是单独的进行一个查阅和学习 所以我们对它的定位呢 也是一个很有帮助的 对于初步踏入法律社会的这个研究领域的 同学也好读者也好 是一个很好用的入门书和一个工具书 可以起到一个学术研究辅助性的作用 也可以起到大家入门的一个启蒙 这样的一个定位 那么这也是给大家分享的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本书做成这个样子 刚才也给大家说了 我们2011年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出版了它的第九版 然后我也把第九版给大家拿过来了 就是我们当时是完全作为引进版的一个教材的形式 给它做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封面呢 也是设计的是比较的这个端正大气的这么一个风格 那么现在今年我们再来出版它的第12版的时候 我们就在考虑说 第一现在这个时代再进入到法律社会这个研究领域的 这个学生也好啊 读者朋友也好啊 他们可能的在这个审美偏好上 可能跟十多年前的会有一些差别 然后可能会 嗯 喜欢更 是不是喜欢更活泼 更清新一点的风格啊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想说 嗯 除了我们就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说 就是比如说老师和同学们可以使用 是不是有一些普通的读者 可能会对法律与社会之间是怎么互动的啊 那法律社会学这个领域 它到底在关心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它在研究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感兴趣呢 所以我们就在这一板子做的时候呢 就把它设计成了一个比较活泼 也简洁 但是是一个比较活泼 比较清新的这么一个风格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上面做了三个这个小小的拼图 然后用到了一个这个法锤的元素 然后用到了天平的元素 然后另外呢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这个拼图 其实最开始设计师设计的时候呢 是做了一个这个陪审团的那种近似的一个团 但是后来我觉得吧 就是陪审团 它是一个就是法律制度呈现的一个小的侧面 一个小的窃口嘛 如果我直接把这个陪审团的东西放在这边 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窄 所以后来就把它做成了一个人群的 一个简单的一个图案 然后上面放了这个小灯泡 就是可能会给大家有一种这个灵感 乍现的这么一种感觉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法律与社会 这个研究方面的一些小的灵感 然后下面呢 这个有四句话 这四句话的这个推荐语是当时我来拟定的 然后写的是 法律力量如何塑造和影响社会 社会又怎样与法律互动 对法律社会学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的精彩呈现 对法律与社会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精道阐释 被法学与社会学领域的交叉融合提供全面综数 我觉得这四句话呢 是能够比较好的概括这本书的特点 还有它的优势所在的 然后我也非常希望读者朋友们 能够喜欢我们对这第十二版的 这本书的一些设计和想法 那么在最后一个方面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还有哪些其他的好书 因为我们这次讨论呢 是法律社会学的这个 法律社会学的这个研究领域嘛 所以其实首先想跟大家再分享的就是 我们有本这样的书 这是法社会学教程 然后这本书呢 最开始是由郭兴华教授 他来主编的 那么现在已经更新到第三版了 那现在第三版是 黄家亮老师和郭兴华老师 他们两位共同来主编的 那我们法律社会的两位议者呢 仙超国老师和梁坤老师 他们两位也都有参与这本书的编写 这本书呢 也是在这个 国内的这个法律社会学的教材当中 影响非常大的一本 他也获得过 北京高等教育精通教材的这样一个荣誉 那么这本书呢 它是我们这个中国本土的社会学者 然后从社会学的视角 对法律社会学进行的一个 系统的一个讲解和探讨 法律社会这本书呢 它是一个全球视野的嘛 那反而社会学教程这本书呢 它是一个本土视角的 并且里面还有一张是 还有一篇是进行了一个特别的设计 就是第三篇 它是社会转型于法治建设 那么这一篇的内容呢 就是完全来自于我们中国的本土文化 还有现在社会发展的一些特点 然后结合的是 我们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实践的经验 和一些现实的积累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更深入 更全面的去了解法律社会学的这个研究领域 可以把这两本书 搬一起来看 那么除了这两本书之外呢 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书 因为这个吧 法律社会这本书我们是放在 社会学一层的这个 层书当中的 那我自己因为是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嘛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套书呢 做的也都是社会学相关的一些分制的领域 刚才这个梁老师也已经提到了说 我们做法学的研究 其实应该看一些这个社会学方面的一些书 或者学习一些社会学方面的一些内容 那么在这个从书当中 就是社会学一层的这个从书当中 除了法律社会这本书 我们还出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分支领域 对押一些好的作品 比如说这个婚姻家庭社会学 还有这个体育社会学 然后还有这个社会问题 然后包括我们最新出版的一本 这个著名的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 他的作品就是 这一些导论 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这个小伙伴 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好书 嗯 那么最后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为了举办我们这今天晚上的这个 呃 新书分享会的这么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也专门给法律社会这本书 做了一个折扣价格 就是六折的这个价格 所以呃 持续到今天晚上的十二点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需要的同学 然后可以抓紧这个机会 呃 赶紧下单 因为其实打完这之后就是很便宜 差不多就是两杯奶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哦 然后另外呢也很欢迎大家鼓励大家看完了法律社会这本书之后可以去多办等等平台上 然后跟我们评论评稳然后给我们留言 嗯 那好的今天我们的这个我这边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圣洁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么圣洁老师分享也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这本新书它非常与时俱进 以及在这个交叉学科当中进行一个很好的平衡 并且能够发人申请的这么一个特点 那么接下来呢 呃 就进入到我们非常激动人心的这个互动环节 然后就如活动一开始所说 呃 我们这个互动环节会由各位呃 各位老师挑选出三个问题 然后进行回答 然后嗯 获得呃 提问回答的这么三个小伙伴都可以获得那个签名版的赠书一本 嗯 接下来就 请请郭老师 邢老师和梁老师各自挑选一个问题来进行回答吧 好吧 好吧 我来回答一个问题 好的 嗯 嗯 嗯 有个叫王力恒的河南市报的一个啊 呃 呃 一个朋友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讲 法社会学和社会学法学的区别 这个问题呢 我先讲一点 这个法律社会学院在中国 应该是八十年代中期 从西方开始引进的 但是当时开始引进的 都是一帮法学家在进行研究 社会学家来关注这个问题 那是很晚了 我不敢说这是第一个 但是我是其中的一个 就是开始关注到这个 法律与社会的问题 拉入到社会学家的事业里面 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一开始去 感兴趣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法学界和社会学家 在讨论这个法社会学的人 很喜欢讨论定义 什么概念 什么研究对象 研究范围 研究范式 很喜欢讨论这个 我觉得一个学科刚进来 如果是讨论这个 对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 所以在很多场合下 甚至有时候我参加一些法学会议的时候 往往就是只有我一个是社会学背景的 其他都是法学家 我感到这个现象 我觉得有点困惑 我认为反复讨论这些问题 对一个学科刚开始起步 其实并不利 就是你要做研究 不要在那里翻翻而谈 这个学科的定义啊 对象啊 办事啊 什么的 我觉得你做研究 大量的研究 成果基础上 在来讨论这个问题 更有意义 不要把这个学科的方向带偏了 下面呢 我就讲这个问题 就是社会学 法学和法社会学的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联系 这问题的我要是说的话 我完全可以写一篇大论文 一两万字大论文 去讨论这个哪龙去脉 它什么区别啊 一些研究成果的对比啊 可以这么写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画什么笔墨 就像刚才这个圣洁老师一样的 他讲的还有一本书 就是法社会学教程这本书 这本书是我主编的 现在是黄家亮老师主编 我已经退举二线了 这本书里面也讲到这个问题 但是很简单 没有长篇大论 我觉得一个学科的起步发展 不要大偏能 反复去讨论这些问题 对这个学科 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因素 所以简单的回答这位同学 法社会学和社会学法学 他们的联系都是 就是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 就是他们都反对 只研究规范 也就是法律制度本身 不考虑别的 就是一个内部的视角 都反对这种视角 都强调要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来研究法律问题 这是他们的共同的地方 但是区别就是这样的 社会学法学 这个名词产生的比法社会学 或者是叫法律社会学 这个名词要晚 社会学法学这个名词是 是庞德提出来的 法社会学是埃利西提出来的 是两个不同的人提出来的 这是一个区别 一个是站在法学家的角度 就是说法学我们研究 不能光是法教育学 教育啊不是教育 法教育学就是只看重法律的规则 以及规则之间的逻辑关系 不能广看这个 还考虑到它的社会影响 法律实施的实际效果 所以法学要是这么看的 社会学家来看这个问题 那就不一样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区别就是 他们两个人的研究方式 方式有点区别 就是社会学法学 因为是法学家 经常提的这个名词 这个呢 法学和社会学 虽然在我们中国的 这个学科体系 它都叫一个法学门类 但是两个学科 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 也是有专业弊来的 专业弊来就决定 他们的研究方式有点区别 社会学法学更强调规范分析 法社会学更强调经验研究 因为这两个学科 它有专业弊来 你学社会学的 你就对法学本身不够了解 比方说法条啊 法逻辑啊 比方说法律史啊 它不是太了解 所以它自身专业的 这个弊来 这个局限 就是法学家们呢 就不太熟悉 社会学所常采用的 所谓经验分析研究方法 经验研究方法呢 主要的两点 就是定性和定量嘛 定性就是一般的是 做田野调查 调查访问 定量呢 一般就是要做温觉 进行数据统计 但是法学院呢 一般没有设备这种训练 它很难做田野调查 怎么去做 怎么去访谈 怎么去寻找 有益的一些案例 它不熟 这个是有专业弊来的 比方说都数据风起 它是要熟悉一些统计软件 它如果不熟 它没法做 所以往往法学院的老师们 他做的都是一些规范分析 社会学家更愿意采用一些经验的研究方法 如果你要说联系和区别 我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个 但实际上我不太主张 过于的去深究 至于有些朋友也提出了 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又是什么区域 现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过去 是有严格的线线的 各自研究一摊 但是现在的人类学校和社会学校 基本没区别 要说区别的话 就是一条 就是人类学校只采用定性的 就是田野调查的方法 而社会学家定性的和定量的都会采用 你要是区别 他们研究的领域和研究的这些工具和理用视角 基本一样 所以这个学科一方面在分化 一方面在融合 所以刚才梁坤教授讲得非常好 一个学科的一个法学科的法科生啊 法科学生 如果你仅仅是盯着那些法条 盯着那些规则 那些程序 在你的审判 司法实践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因为法律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规则的问题 它是一个活生生的 现实的一个社会问题 它会牵涉到每个人的利益 是吧 当事人的利益 所以你简单的就 只看到规则 不看到人 不看到事 这是一种比较教条 机械的方法 刚才梁坤教授一再讲的这点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我觉得简单和他这么些 好吧 谢谢郭老师 也谢谢王立函同学的提问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由邢老师来选一个问题吧 好了 谢谢主持人 那谢谢大家 就是我看了大家的留言 就是我觉得很多问题都很有趣啊 也特别想回答 但是主持人说要回答一位 时间的关系 那我就回答第一位同学提出来的 我在聊天室里面看到最前面的一个问题 是宗庭甘肃政法大学的一位听众 他提到就是说 这本书啊 关于这本书的 除了从社会角度来看法律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视角和面向 那是关于这本书的 就是我自己 首先社会学的视角是非常丰富了 他 我刚才提到了 他可能有性别视角 阶层视角 对吧 可能会讨论结构 制度权力啊 等等等等的 那这本书就是核心的还是我们常常见 男兽学的啊 这个框架和问题意识来看啊 比如说法律的一些运行 法律的一些现象 里面会呃 关于其他的视角会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在讲法律变迁的时候 会提到心理的因素 人们的恐惧 无知 认知 这样子的部分对于法律的啊 这个比如说变革 他是支持呢 还是反对 他会涉及到心理学的这个部分 那可能我们中间来说 他可以说 关设到了法心理学会关心的一些 一些视角和问题意识 然后经济因素啊 在讲法律变迁的时候 会讲法律变迁变革的一些成本 这样子的一些问题 会涉及到经济学的一些 啊问题意识分析框架 但是呢 总体上他是作为某一个部分 他会提及 就整个书来说呢 他并不是特别的啊 在啊 比如法 社会学法 啊 之外的啊 这个视角 并没有特别多的提及 啊 如果说对这些问题啊 感兴趣 视角感兴趣 可能要专门去阅读 啊 法经济学啊 法法律心理学 啊 包括可能法政治学 这样子的一些啊 著作 我是对啊 这个问题啊 怎样的一个回答 好 供参考 谢谢 哎 主持人可以听到我跟一吗 哦 可以可以 我刚好像没开麦 谢谢金老师 现在请楠老师来挑选一个问题 呃 其实我看到刚才这个聊天框里边啊 因为两位 两位这个点到了我的名字 哼 但是呢 这个按照规则啊 我只能够回答一位啊 但我想能不能这么着 其实机会难得 我回答第一位同学呢 是来自于四川大学的这个卓越 卓玉春同学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是师弟还是师妹郎 因为我也是穿达出来的 所以我先回答他的 然后那个至于第二位 你要不要送书就由盛姐来决定 这个卓玉春同学提出的问题 他很有意思的 他说他在研究这个律师制度 其实我们学界应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 四川大学在卓玉明教授的带领之下 在这个司法制度研究领域 应该说是有很多的成果的 带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这些学生 很有研究实力的学生 那我想这个卓同学 可能也是在做这个司法制度的 做一些或许在做一些实证研究等等 但我不确定你在做什么 当我在看你的问题的时候 我想说的第一个点就是 你在用社会学的理论来 分析你的这个律师制度的研究的时候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有用的一个理论 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因为从我这个阅读博士论文 和指导博士论文的这个经历来看 我发现有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的法学内的这个博士论文 包括硕士论文 有一种不好的倾向 就在于 比如在这个文章的框架结构里面 专门设置一张 叫做 就是这个选题 这个题目 它要运用的一个理论框架 或者说一个理论视角 然后这个甚至摆出几个视角 摆出几个理论在里面 这里面或许就有你现在正在困惑你的 这个要不要用的这么一个社会学理论视角 那么我的回应是这样子的 要不要用这样一个理论 以及你的这个论文到底是 是不是会下入到这个 又像法学又像社会学的 这个到底又分不清的 这样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困境当中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 还是要问问自己 你的问题意识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恐怕是我们 不管是哪一个学科 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基础 一个出发点 比如说 如果说你正在研究的这个司法制度 是偏实证研究的 你是要考察这个 就类似于我刚才讲的 这个像警察的自由材料 像这个律师的入职 他的这个性别比例 他受的 比如说他的性别比例 会不会他对他的这个律师职业 受到律师职业的这样一个运行 带来相应的影响 我想的话 这恐怕你才能够运用的上 这个社会学的一些理论视角 所以如果说你是在研究的是 纯粹规范层面的 这样一个律师制度的问题 那我想你可能就是就用不着他了 用不着他了 那你可能就纯粹做一个教育学上的 这个律师法上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可能就可以了 那么你要用的理论 可能就是教育学上的一些理论了 这是我想说的这个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 如果说你确实实实做了这样一个司法制度研究 就是要做实实的研究 就要去观察这个运行中的法 运行中的律师制度 而不是书面上的 这个纸面上的这个律师制度 我想的话可能有两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 就是我们在做法学研究的时候 可能是直接把关联学科的 包括社会学的 这样一个理论的视角理论框架 或者说非常具体的某一个理论 直接作为你的一个分析框架 那么如果说是这样做的话 你其实是有一个预设的 就是你是认可这样一个理论框架的 那么把这样一个理论框架 照搬到你的这样一个 这个这个学术研究的里边来 这是第一个视角 第二个视角呢 可能你不是照搬这样一个框架 而是要和既有的研究进行一种对话 那么这样一个对话 就要考察相应的学术史 而且你在做这样一个研究 或许你甚至还会对既有的 一个理论框架形成相应的 这样一种更新 那么这样恐怕也是一个 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比如我刚才在讲的时候 提到一个例子 像这个刑事罪名里面 现在排第三的 像这个我刚刚讲的盗窃 危险驾驶 这个帮信 那么回归到这个 同这个社会学的理论 进行对话的话 那么我们会发现 它其实就是一个 理性主义 立法的一个理性主义的一个视角 但是其实我在 我在这个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其实也有在提醒自己 比如刚才所说的 这三个罪名 从立法的角度来说 特别是危险驾驶罪的 这样一个横空出事 它会不会在这个 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 这四个理论视角之外 它还会形成另外一种视角呢 如果说你能够通过研究 发现这样一个新的视角 而且放不进既有的 这样一个几个理论视角里面 那我想你可能会做出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理论贡献 而这个前提 其实就是要和既有的 法事会学理论进行对话 这是我对这个 卓玉春同学的一个回应 第二个同学呢 因为他又提了两个问题 我简要的说一下 至于受不受输 那就由这个圣洁 圣老师他来决定 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其实 也是我做这个研究里面 所提到的这个社会科学证据 那么这位叫王林的同学 我不知道他哪里的 他提到了说 如果说放任当事人 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 比如说让当事人到街头 去对这个刑经的 这个盟地的 这个路人发问卷 然后进行数据统计 然后观察他们的 这个统计 他们的对于这个商标 是否会产生混淆 进行数据统计 然后从而作为 司法裁决的一个基准 他有个担心 说如果说当事人 放任他们这么去干的话 那么会不会造假呢 我觉得你的担心 是非常有道理的 所以我这里 给你简单的一个回应一下 其实 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 当事人 当事人陈述 他本身就是一种 法令的证据 那我们对比一下 刑事诉讼 被告人的供诉 他也是一种 法令的证据 但是我们对比一下 民事诉讼活动里面的 当事人陈述 和刑事诉讼活动里面的 被告人供诉和辩解 这两种证据 他在证明利方面 他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经常说 民事诉讼 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 他的陈述 它是一种证据 但是其实我们经常 我们实际上是 并不看重他的 所以当张三去告理事 说你欠我多少钱 你不还 你说他这个 他讲的这个话 难道不是一种证据吗 他其实就是一种证据 但是为什么说 民事诉讼活动的 里面的当事人陈述 不会被人所信服 所以我这里补充一下 我所讲的那个案子 其实代表了很多案件的一个做法 就是当事人 他去进行这样一种取证的时候 他会带上公证机构 去出 同时去出公证书 这就让我们理解了 在一个民事诉讼活动里面 我们对当事人 原告和被告 是一种天然的 不信任的一种状态 因此 我们实际上是借助了 外界的力量 通过公证的方式 全程监督掌控的方式 来出具这样一种证据 而行事诉讼活动 为什么没有公证书呢 为什么没有公证机构 参与其中呢 因为它是由公权的机构 来全程把控的 所以这两种诉讼的 不同的这样一种结构 就决定了 这个证据的反应形式 它的证明力 产生了极大的一个差别 那么我这里讲的 表面上看 它好像是一个 法学专业问题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如果这么理解的话 就错了 其实这是一个 社会学问题 因为在民事诉讼活动里面 我们对当事人的 一种不信任 对比一下 在刑事案件里面 我们对公权力的 一种天然的信任 其实它就反映出的是一个 这是一个深刻的 社会学问题 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再具体的展开了 供大家细细品味和参考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梁老师的精彩回答 也谢谢这两位同学的提问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限制呢 提问环节不得不告一会段落了 刚才的讨论非常激烈 也十分感谢各位持有的踊跃参与 一同为我们献上了一场思想的盛宴 也希望各位持有能够在活动之余呢 多多支持法律社会学 第十二版这本新书 希望大家对于法律与社会的相关疑惑 都可以在这本书的阅读和思考当中 找到自己的答案 那么就像刚刚圣洁编辑所说的 大家可以前往当当购物的 这个小城区购书 可以享受一个限时六折的一个优惠 那么同时提醒获得赠书的四位观众 可以将自己的微信名联系方式和住址 发送到法律人类学世界公众号的后台 便于后续的赠书的寄送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积极参与和亲情分享 感谢各位听众两个多小时以来的陪伴 同时欢迎关注法律人类学云端读书会 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后续推出的其他活动 那么今天活动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各位老师 再见 各位再见 好 各位再见 好 辛苦 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还有在线的各位朋友再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